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对我们来说没有时间 我们在时间之外看着地球 所以我看到的是不停自转的地球 转得不快也不慢 我的同伴们几乎都在 有两三个位置上没有人 我走进来坐回我的位置 Q 你的同伴有人跟你说话吗? A 有人说哦 你回来啦 我说 我回来查一下资料 Q 这是什么意思? A 我是这个身体意识上去太空船 我好像要来查一些资料 对我们来说没有差 因为没有时间 所以我们又在这里又不在这里 其他同伴也是前往地球各个时空观察 而我也是到地球各个时空观察 但是另外一个层面而言 我们还是一直都待在太空船上面 所以我们的意识会一直转换 但也没差 Q 然后呢 A 另一个同伴跟我说 哦 你最近的进展不错 我回答有点慢 所以有一些资料我需要回来查一下 另外一个女的同伴跟我说 好像是她还是她会送一个人来给我催眠 叫我好好照顾 我说 好 没问题 我知道了 Q 你回来查什么资料 A 坐上位子 接上整个太空船的讯息能量 看着地球坐到位子上 就是在接整个讯息能量 并且与整个能量互动 做我们可以做的工作 Q 连接什么样的讯息能量 A 所有地球灵魂如何脱离地球轮回的进展的讯息能量 有关所有灵魂修复的程度与状态 就是整体地球灵魂的回复状态的所有讯息 Q 现在地球灵魂的回复状态如何 A 没有现在 我是在超越地球时间的层面跟你说话 所以无法跟你讨论有关时间的问题 Q 你的伴侣有没有坐在旁边 有没有要跟你说什么 A 有 他握着我的手 我们的灵魂状态可以合在一起 合成一整个银色能量球 我可以补充完整灵魂的能量 这是一种恢复完整的感觉 全然安住在这种状态 心里会感觉到安心 温暖 完整 因为 回到完整状态之后 对于自己的生命状态没有任何疑惑 也就不会产生任何任何恐惧 这是原来的状态 是稳定的 所以不会有恐惧 那种在人类身体里想要追求的完全的安全感 只有在回到完整灵魂状态时 我才能体会到 没有回到这种完整灵魂的状态 因为 内心的一丝疑惑 就会让我产生 因为疑惑 而生起的不安与恐惧 所以 没有关系 在人类意识当中 会有不安与恐惧 也没有关系 你就是去感受不安与恐惧 去感受 为什么自己还没有办法 回到这种完整合一的状态 继续去感受 往完整灵魂状态前进 不用害怕面对恐惧 不用害怕 察觉内心还有恐惧 那就是因为 你还没有回到完整灵魂的合一状态 你的内心才会生起不安与恐惧的感受 这也只是一个感受提醒你 你还没有回到完整灵魂的合一状态 继续前进 继续觉察 Q 是 A 我的伴侣跟我说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一切都在我们原来的计划之下进展 你没有太慢 也没有太快 也没有做得不好 今生的生命历程都在我们原来的计划中 按照我们原来的生命计划进行 没有出错 过去的一切都是你准备要经历的 你必须经历那一切 所有你认为的苦难 坎坷 不公平 被欺负 被欺压 都是我们生命的安排 为了 要体验 为了 帮助我们 回到原来的生命状态 不是业力 也不是因为 你做错了什么 或是你没有注意到 不小心 一切的安排 都是为了 让你真实地惊艳 这个地球人类世界的现况 然后你才能回到生命原来的状态 脱离地球人类集体意识的幻象 Q 你们这一世会相遇吗 A 快乐 我越回复到原来的状态 越清醒 我们就会越快见面 看我清醒的程度 是我自己决定 我越清醒 我们就能越快见面 我现在正在补充这种完整灵魂融合状态的能量 这些能量会一一进入我的每一个脉轮 平衡我的脉轮 帮助身体与灵魂更加融合 让这个身体的意识更连结灵魂 脉轮就是灵魂与身体的融合点 更连结灵魂就可以更回到灵魂 更回到灵魂就可以更清醒 你才不会只是被困在肉体里的人格意识 小我意识里面过生活 你才能够回到灵魂状态 看清所处世界的真相 并且真实地以你的真实状态过你的物质世界生活 而不是被困在小我头脑意识的幻象当中 在这个幻象当中在福仔神 不断受苦 Q 为什么他今天可以出能量仓了 上次还不行 A 上次频率还不够 这次是因为他有突破 所以这个身体的人格意识 才能在今天过来接收今天的讯息 现在讯息还没开始接收 现在只是先帮他补充能量 平衡他的脉轮 与我们的整体意识更加融合 因为我们所有同伴的意识都是联合在一起 Q 其他同伴有什么要跟他说的吗 A 坚持下去 继续往前走 你会看到越来越明亮的目的地 终点 然后你就可以发出全然的光 真正展开你在这一世的使命 你还没有真正开始你的工作 光还没有全部发出来 他还没有到达目的地 还没有完全脱离小我幻象 所以他并没有真正开始他的工作 正在脱离当中 继续往前走 还没有完全脱离 完全脱离才能开始真正工作 发出他真正的光 二集体小我集体意识幻象场 Q 然后呢 A 我这次是要上来确认一下讯息 因为要帮助这个身体突破 所以今天让他跟我的意识连结 让他现在这个身体意识了解一些事情 才能帮助他突破 这些讯息可以释放出来了 他现在可以再了解一些讯息 他必须了解 才能帮助他突破 所以我可以再度跟他连结 所以我做回我的位子 看着整体地球灵魂的状态 我看着整颗地球在旋转 今天的资料应该是跟整颗地球有关的 讯息 Q 什么讯息 A 我来接收一下 今天应该是要下载这些资料 这些讯息要释放出来 等我一下 我先下载 跟地球灵魂的发展状态 以及地球发展状态有关的资料 现在正在连结 整合 等到我可以用人类语言说出来 我再开始说 这也是为什么 刚刚必须先调整 平衡他的脉轮 因为如此 他的灵魂才能跟他的身体更加融合 这些庞大的讯息能量 才能够真正整合进入他的身体 并且 他才能够透过身体的头脑意识 所理解的文字语言 化成现在地球上他所使用的人类语言表达出来 否则他无法接收 也无法转译成他现在所使用的文字语言表达出来 因此需要一段时间 先等一下 因为讯息能量很庞大 需要整合转化才能完整描述出来完整的讯息 Q 好的 A 五分钟过后 好 现在可以开始输出讯息 Q 请说 A 目前你所面临的地球真相 是你们的人类肉眼 以及现有科学仪器完全无法看到 侦测到与理解的真实地球现状 我现在从超越一般次元 时间 不受到任何幻象控制的状态 看着整个地球所呈现的真实现象 而整体地球的真实现象则是 地球背很沉重 很厚的一层黑暗能量 所笼罩 我现在看到的是整颗球体的外面覆盖住一层很浓厚 如同黑雾一般的能量层 因此 从某种角度 或某些讯息表示地球是一处监狱 其实也可以如此认知 这样的说法也不能说是不对的 从某个角度来看 目前地球灵魂就是被禁锢在这层黑色浓雾当中 这也是造成人类被困在小我意识当中 难以觉醒 难以回到灵魂状态 清醒的在地球体验物质生活的主要原因 这层黑色浓雾非常浓厚 厚度很厚 某种层面来说 可以说这是整个地球灵魂集体意识的能量场 但又不仅仅只是这个部分 这当中也包括地球上所有灵魂所产生的负面意识能量 这种负面集体意识的能量 也会加厚这个黑色能量层 也就是说当所有滞留在地球体验的失以灵魂共同创造出的幻象 负面意识能量 越浓厚 以及失以灵魂之间互相交织出来的集体幻象意识 负面意识能量 越浓厚的时候 就会加厚这一层 覆盖在地球之外的黑暗能量层 而我所看到的真实景象就是 地球上的灵魂不断地 因为产生各种比较竞争及不需要的多余欲望 而不断地加厚 又加固了地球监狱的围墙 加强这层浓厚的黑物能量层 禁锢灵魂的浓稠度 所以这个身体才会体会到 为什么破除了一层又一层的小我之后 怎么还有其他层面尚未意识到的小我 仍然还在作用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层包围在地球外面的集体意识能量场 所以他这几天静坐感受到的 不只是他个别意识的小我状态 而是包含在这层黑色浓稠能量层的 集体意识的小我状态 也可以称为集体小我 这个部分的集体小我意识状态 还是必须继续突破 刚开始你只是突破你的个别灵魂 个别肉体的人格意识的个体小我状态 等到破除这个部分 差不多了 当你继续往真实生命状态方向前进的时候 还有一层整体地球生命的集体小我状态 必须接着破除 你才能到达最终十项的目的地 Q是A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灵性讯息 曾说过幻象玛雅 小我意识是千变化万 并且非常狡诈 玛雅印度文幻象的意思 非常善于欺骗 你以为你已经突破某个层面的幻象 可是还有其他幻象在更外围 你必须继续突破 层层突破 不要误以为突破自身个体意识的小我幻象了 你就已经出离上岸了 已经回到觉醒状态了 还没有哦 你可能只是回到某种程度的清醒状态而已 但是还有其他幻象层包裹着你 包括整体地球集体意识能量场的幻象状态 集体小我 你还是必须继续突破 这层集体意识幻象 集体小我 会将你压抑住 它会压抑 压制你 让你难以挣脱这层集体意识形成的欲望幻象的束缚 而以目前的地球真实状态而言 整体地球生命事实上都被笼罩 束缚在这层厚重的集体意识幻象场当中 如果 以超越时间的灵魂层面观看 我现在看到的它就是一层非常厚实 非常浓稠的黑色能量层 Q 是 A 你必须继续突破 如果不是原来留在地球轮回修复疗养的失忆灵魂 而是为了进入地球体验或工作的清醒灵魂 当你们进入地球的人类世界或者其他次元空间的地球世界 你们同样是进入这一层非常厚重的集体意识幻象场的黑色能量层当中 这层能量场包围住的不仅仅只是位于地表的人类世界 还包括大部分人类不知道的位于地球的其他世界 因为其他位于不同次元空间世界的灵魂一样 也被困在地球轮回 那些世界的灵魂同样也创造了自己的集体意识幻象 不是只有人类世界才存在集体意识幻象 这些位于地球其他次元空间的世界 包括位于地底、海底、天上及各个时间的所有层面的世界 你们可能称之为神、仙、天人、人鱼、地底人等的灵魂 处于这些世界的灵魂还是活在某种幻象当中 这些位于地球各个世界的集体幻象意识能量 则是一层又一层地包裹在地球外围 也就是现在我看到的这层非常厚重浓稠的集体意识幻象场 黑色浓雾能量场吸附住所有灵魂 让灵魂难以离开这层幻象场的控制与进步 这是从超越时间的灵魂层面 所看到的地球实际能量的真实状态 这层黑色浓雾能量场 集体意识幻象场 集体小我 也就是禁锢灵魂滞留在地球 陷入非常深的沉睡 而活在个体及集体幻象当中 无法处理轮回的最主要原因 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你说地球是一座监狱 也不能说是错误的 但是 你可不可以脱离这座地球监狱 如何离开地球监狱 只要破除你所处的个体及 集体意识的幻象 你就能够出离 3. 集体业力 集体意识幻象场 Q. 还有妈 A. 有些催眠讯息 显示某些志愿者进入地球 灵魂周围 会包了一层防护罩或保护膜 避免沾染地球业力而留在地球轮回 但是不是每一个工作者都有包上这层保护膜 而是看个别工作者的工作目的 Q. 有包和没有包会有什么不同 A. 包上保护膜之后 当你投胎进入地球就不会受到这层黑色浓雾的影响 你会几乎不受到地球集体意识幻象的影响 这个身体没有保护膜 其他大部分的工作者都不会有这层保护膜 因为你们的工作就是要来突破幻象 找到处理的方法突破这层浓稠黑色能量层的禁锢 大部分工作者的目的是为了找到脱离地球监狱的方法及路径 所以有些人在催眠或其他以各种算命 解读阿卡西的方式 得知自己是从外星或高维度世界来到地球帮助的灵魂 或者你自己本身就还连接着你的外星或高次元记忆 也不要以为自己不会沾染任何地球业力 或者不会被禁锢在地球幻象场当中轮回 因为你们大部分的工作者就是要进来地球监狱 找到突破这个幻象场 离开监狱的方法与路径 所以你们不会具有保护层 你们可能只是比较不会受到这个幻象场的黏着或影响 但是你们还是必须努力让自己突破幻象 不要以为你们可以侥幸逃过地球轮回的业力牵引 而开始胡作非为地体验 认为自己可以在地球尽情 没有节制地体验你想要体验的物质生活 不以为自己不会产生任何业力 以为不论自己做什么都不会被地球幻象黏着住 不是这样哦 你还是必须突破幻象 因为你们的工作目的就是要来突破这个幻象能量层 因此 你所拥有的基础与突破幻象的路径都跟其他在原本滞留在地球上轮回的灵魂一模一样 每一个灵魂进入肉体之后都必须突破这层黑色浓雾般的地球集体意识幻象场的束缚 突破地球轮回的限制 回到完整灵魂的状态 这样才算是真正脱离地球轮回 A.Q. 是 A. 再次提醒那些以为自己是光的工作者 外星人或高次元生命而投入人类肉体的灵魂 不要大意 也不要自以为不需要突破轮回幻象场 否则你们将会让自己陷入险境 而不自知 很多来到地球的工作者都被黏着在地球轮回系统里面无法处理 不然这层黑色浓雾能量场怎么会越来越厚 在我看来 这层黑色浓雾的厚度几乎有地球半径这么厚的厚度 是非常厚重 浓稠的幻象意识场 如果唤醒地球上的灵魂出离地球的工作有这么容易的话 现在地球上应该早就没有一般人类的存在了 应该每一个人都开悟成佛 回到基督意识 回复成光彩队 这层幻象场非常浓厚 进来之后 你们就会忘记 忘记了之后 你必须让自己再妒忌起来 突破这层厚重的幻象场 你必须一层一层地不断突破 突破到最外层 才有可能真正脱离这个幻象 脱离轮回限制 脱离轮回限制 如此 你才有可能止住被这个轮回系统吸引的业力 业力其实就像一种磁力 你必须脱离业力的磁力吸引 所以 你必须完全清醒 你才可以完全脱离轮回系统能量场的磁力吸引 这种磁力的吸引也可以称之为业力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层厚重的黑色浓雾能量场 也可以认之为集体业力 因此 不要以为自己是光的工作者来到地球投胎 就不会被业力磁力场吸附住 你必须突破幻象 才能够脱离地球业力引力场 集体业力 集体意识幻象场 黑色浓雾能量层 不再被轮回循环系统引力场吸附住 而这个能量场 非常厚重 吸力非常强大 有些工作者真的有保护层 但是不多 如果你没有明确的讯息或感知 确知自己拥有保护层 那么你就是没有 那么你就是要好好图破幻象 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尽情玩弄物质世界的各种经验 你会让自己牢牢地粘着在地球幻象场当中 进入轮回系统循环的引力场 不断轮回 跟其他原本滞留在地球轮回的失意灵魂一样 光的工作者并不拥有任何业力或免权或优势 灵魂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差别 只是个别灵魂来到物质宇宙体面 有些灵魂留在地球比较久而失去回家的记忆而已 灵魂都是平等的 没有任何差别 提醒那些以为自己是光的工作者的灵魂们 不要以为自己不需要努力 而在地球上尽情玩弄或造作你们还保有的能力 也不要产生任何一丝傲慢之心 以为自己比其他地球灵魂高一等 这样只会让你们的灵魂堕落 陷入地球轮回而越加沉沦 自甘堕落 进入地球轮回系统 而无法离开 更无法完成你们的生命任务 这是很多光进入地球之后 无法发光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4. 地球轮回循环系统引力场 集体意识幻象场 Q. 然后呢 A. 继续突破 不要以为突破一层 你就可以完全脱离小我的控制 不是 有各种层面的小我意识 很多层 你必须一一突破 一层一层地去突破 除了你个人的小我意识之外 还有集体意识层面的小我状态 你也必须继续突破 不断给自己爱 不断给自己耐心 只要你感受到的不是全然的爱 全然的光 全然的安全感 你就是要继续突破 只要没有体验到这种全然的安心与放心 你的内心一定还有还没看破的幻象 或者还没有清理完毕 尚未全然体验完的情绪 或者内心还残存着对于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误解 你必须继续清理 继续厘清 继续看破 看清真相 当你越看清真相 你的内在会感到越来越安心 越来越减少不必要的欲望 当然你还是会拥有基本欲望 但是不会产生过多不必要的多余欲望 也不会有非常想要或非要不可的人 是 误获经验 而你会感受到的是全然的安心 安住在你现有的状态 不会再生起任何不必要的欲望 想法或情绪 那么你才是真正地越来越往脱离地球轮回系统引力场吸引的方向前进 你才是真正地往觉醒的道路前进 Q 是 A 如果你在身心灵修行的过程中 内心产生越来越多的欲望 只是专注在自己获得多少金钱 有没有丰盛 有没有得到别人的喜爱 有没有遇到双生灵魂 一个爱你的人 或真爱 如果你是以这些标准来判断自己是否提升频率 是否真的觉醒 如果你是以自己可以得到多少 得到什么作为判断自己是否觉醒与提升频率的标准 那么你就是走在出离轮回 相反的方向 你的身心灵修行 只是让你更往轮回系统的深处走而已 而不是脱离轮回系统 你只会越来越被轮回系统引力场牢牢吸附住 当你真的往出离轮回系统的方向前进时 你只会越来越不需要外在的任何物质 认同与被爱的感受 你会越来越不需要 你会越来越安住在自己全然当下的空无状态 提会你什么都不是 你也没有任何需要的状态 当然 你还是必须维持肉体的正常运作与生活 你还是可以拥有现在这个肉体所拥有的物质生活 不是说因为你走在觉醒的道路 你就必须过着清平的生活 必须修苦行 或者必须断绝七情六欲 独身禁欲 不是哦 不是这个意思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你会过着一种全然安住于当下 安心 自在 没有任何多余所求的生活 这个时候 你该吃饭的时候还是吃饭 该睡觉的时候还是睡觉 想出去交由踏青就去交由踏青 该工作就好好去工作 该赚钱就好好去赚钱 遇到对的对象 你会自然跟对方产生自然平衡的交往与相处关系 想结婚 生子就去结婚 生子没有可以或不可以 但是你会过着一种自然和谐与平衡的生活 不会产生任何不需要的多余欲望 那么你才是正在往处离这层浓厚的黑色浓雾幻象场的方向前进 逐渐脱离地球轮回系统的控制 继续突破 继续感受 就只是去感受 觉察而已 当你越看清楚幻象 越看清楚内在小我的各种状态 看清楚集体意识幻象的各种状态 你就是看清楚就好了 不需要害怕 只要你看清楚了 你就不会再被控制与影响 这就是宇宙法则 自由意志法则 只要你看清楚它 小我幻象 知道它的存在 你就不会受到它的控制 因为不知道它们 小我幻象的存在 你才会被控制 所以勇敢地去看到就好了 勇敢地与你的小我相遇 看清你的小我 看穿你的小我 看清楚你自己如何控制自己 看清楚你如何被这个世界的幻象控制 如何被人类集体意识的幻象控制 如何被被黑暗能量控制 看清楚就好了 看清楚了 你就不会再被它们影响与控制 看清幻象 看到事实 找到真相 让自己看见真实 回到真实的状态 了解真实的状态 只要去看到就好了 看到就能突破 不会很困难 知道了 你就突破了 看到了 你就不再受到控制 Q 这个身体 前一阵子静坐的时候 感觉到自己的小我引诱他再回到扮演角色的状态 小我说 不扮演角色不是很无聊吗 再去玩一下 你不想再玩一下吗 扮演角色真的很好玩啊 A 这个身体就是去看到自己的小我 那个控制他 想要叫他再回到戏剧状态的小我 你只要去看到就好了 看到你的小我状态就好了 而除了个体小我之外 你也必须继续往内觉察 看到人类集体意识所产生的价值观当中的荒谬 看到这些荒谬 看到就好了 你就不会再受到这个集体意识幻象能量场的控制与束缚 这就是堪破幻象 出离地球监狱 5 地球监狱 集体意识幻象场 Q 这个黑色浓雾的能量场如何形成 A 这不是自然的现象 这层浓稠的黑色能量层 可不是因为宇宙自然的形成 并且 因为太阳 地球的产生 之后就自然而然地覆盖在地球外围了 不是 这个黑色浓雾能量层是被刻意放置在地球外围 并不是因为形成宇宙 而自然生成的现象 请不要误解 Q 是谁刻意放置的 A 被好几群有心意图不轨的堕落生命 在很多时间点 一层一层 一步一步放置在地球外围 照住整个地球 在地球漫长时间洪流当中 在不同时空被不同的堕落群体 所放置不是只有一个群体 也不是指在某一个时空造成这整个非常厚实浓稠的黑色能量层 因此 不同的讯息来源 也许会连接到在不同时空的特定事件 描述某外星或堕落群体 曾在地球的某个时间点放置控制灵魂难以离开的能量 在地球外围 Q 之前曾经催眠过地球外围被放置过一层绿色浓稠物 或者也有讯息说地球外围有一层黑暗帷幕控制灵魂陷入沉睡 A 那些都是某一时期被不同堕落群体放置在地球外围的能量场 这些覆盖层都包含在我现在看到的围绕在地球周遭 几乎有地球半径厚度的黑色能量层当中 因为我现在是在超越地球时间的层面看着整体地球的能量状态 我看到的是无时间性的地球真实状态 地球在不同时间点 曾被好几群不同的堕落生命群体 放置这种具有束缚性质的黑物能量场 一层一层地加厚地球监狱的围墙 让灵魂更不容易清醒 更不容易脱离地球强烈的轮回系统引力场 轮回引力系统就像是吸力很强大的引力系统 会把灵魂牢牢吸附在地球而无法脱离 除非你突破这个幻象场 你才能够真正脱离地球轮回 Q 然后呢 A 然而大部分现存于地球上的旧有宗教 星星宗教或身心灵团体 都被这个厚重的黑色能量层所污染了 他们传播的交易与方法 只是将你们更粘着在地球轮回引力场当中而已 而不是帮助人类脱离轮回 他们并不是在帮助人类脱离地球监狱 某个层面来说 没错 是以灵魂被安置在地球疗养 但之后的情况 却是在不同地球时空当中 出现了某些堕落群体进入地球 利用这些在地球疗养的灵魂 进行他们想要玩弄生命的堕落实验 因此 这些堕落群体 开始运用他们的力量 禁锢住这些灵魂 创造出一层又一层的幻象能量场 让原本 待在地球疗养的失忆灵魂 无法继续疗养 也无法离开地球 更无法回复到完整灵魂的清醒状态 所以逐渐地地球 从一个疗养场所变成一座监狱 监狱里面呈现的 则是上次说过的 失忆灵魂互相扭打厮杀的修罗竞技场 导致留在地球的灵魂越来越失忆 越来越遗忘与源头的连结 越来越与自己的真相分离 越来越难以回复清醒 而离开地球 因为如此 在某些地球时期 这层浓厚的黑物能量 也会吸引更多 同样陷入失忆的灵魂进入地球 企图在地球实现其个体私欲 或者进行他们的堕落实验 我是在超越时间的状态下 讲述这些地球整体状态 所以我不会特别说任何时间点的特定事件或特定群体 因为在不同时空都有类似事件发生 6. 继续突破幻象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Q. 是的 A. 所以继续突破 突破一层是一层 直到你完全清醒之前 你都要继续往清醒方向前进 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到达了 没有这么容易 如果有这么容易的话 地球现在早就已经变成天堂了 只要你的心里还没有突破所有的幻象 你就必须继续突破 只要你还没有感受到完全全然地安住在你的现有状态当中 你就是要继续突破 只要心中还有一丝丝的不安心 担忧 疑惑 恐惧 害怕 想要什么 达成什么 你就必须继续突破 但不是说你不能有欲望 不是 而是 你必须随时觉察自己的内心 还有什么没有看清真相的 而不是压抑自己的欲望 也不是叫你去过修苦行 禁欲的生活 不是 这些行为 都跟觉醒无关 跟脱离地球轮回无关 压抑欲望 特意修苦行 不好好活着 活着又不像活着 你只是在慢性自杀 你无法觉醒 也无法脱离轮回 如果你没有真正地活着 你只是在慢性自杀 你绝对无法脱离轮回 Q 什么是慢性自杀 没有真正活着 A 没有真正面对自己 没有真正爱自己 没有活出你内在灵魂可以活出的生活 没有让自己回到真实原来状态 而去过你能过得最充实的生活 没有真正地体验这个物质世界 那么你只是在慢性自杀 没有真的活着 当个活死人而已 压抑欲望 不敢真实面对自己的内在 而只是过着限制内在真实状态的生活 这些都跟觉醒无关 也与脱离轮回无关 那只是你想要创造出一个 你想要扮演的角色而已 你还在扮演角色 活在自己的幻象当中 与觉醒及脱离轮回无关 Q 如何觉察自己没有真正活着 不再扮演角色 A 在修炼身心灵的道路上 有很多的状态 方法与说法 你们必须自己去分辨与厘清 找到平衡的方向 好好觉察你的小我 否则你们将会非常容易被小我所蒙蔽 欺骗 你以为你正在觉醒 其实你只是在扮演一个你的小我幻象中的觉醒角色而已 所以 这是一条不断进行下去的道路 直到离开肉体之前 都必须继续进行下去 没有终点 当你还在这具肉体里面的时候 没有终点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尚未离开肉体的状态时说 哦 我完全清醒 完全觉醒 完全开悟了 不可能 只要你的意识 还存在于物质肉体状态当中 你就是还被笼罩在地球外围的黑色浓稠能量场里面 你就一定会受到影响 因此 只要你还活着 只要你还在继续呼吸 你就是的不断往出离轮回引力场的道路 继续往前走 往前走 往前走 不断地觉察自己的内心 一直到离开肉体的最后一刻 都必须持续觉察 否则 你将会再度被这个浓厚的幻象场所欺骗 蒙蔽于引诱 我现在看到的是真正的地球状态 这是一个重要的讯息 Q 是 这样听起来有点累 A 当然也没有这么累啦 你就是随时保持觉察 看看自己有什么还没有看到真相 或者是否又在扮演某个角色 或者又想要追求什么 产生什么样的欲望 了解自己 产生任何欲望也没有关系 只要是在你的现实状况能力许可范围内 你都可以去体验 享受 但是不要固着在那些状态 以为当你经验那些获得到那些 你就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比别人都好的人 实时保持觉察 不要扮演角色 不要比较 不要往外寻求别人爱你 肯定你 回到自己的内心 安住在自己内心无形无相 空无的状态 安住在当下 你就会越来越了解什么是真实生命的状态 你就会越来越往觉醒的方向前进 你就会一步一步脱离整体地球轮回系统幻象场的控制 你会一步一步脱离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你都能够让自己保持在清明的觉知状态当中的时候 你才能够真正脱离地球轮回 回到真实生命状态 这个时候 你可以决定自己的生命想要往哪个方向继续前进 也许你会选择再度回到地球体验 或者选择前往其他星球 或者其他次元 其他时空 或者离开这个宇宙 还是回到原来生命整体合一的状态都可以 Q 之前有一次的静坐当中 这个身体说他感受到一个更大更外围的小我 生气 冰冷又不屑地对他说 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够脱离我的控制了吗 有这么容易吗 这是什么 哎 没关系 他就是看到就好了 继续看 看清一层 你就破一层幻象 他就是很直接去面对了 很好 他在静坐的时候面对到的小我 他直接面对到了 很好 看清楚 直接跟他面对面 哦 好 我又看到了 那么 你就是脱离这层幻象的控制了 继续修炼 继续提升 Q 另外一半有什么要跟他说的吗 A 我们原本的状态就是连结在一起 现在还是连结在一起 只是这个身体不相信 所以刚刚再让他体验一次 但是不是只有刚刚的状态才是连结在一起 而是本来就是连结在一起 只是他一直不相信 这样也没有关系 你就是要继续突破 这就是他还没有突破的幻象 他误以为自己没有完整灵魂 另一半的幻象 继续突破 他才能够感受到真相 Q 其他同伴还有什么要提醒他的吗 Q 当你越来越感受到真相 你会以为这是神通 开第三眼 不是 你只是回到真相 那些真正回到真相 而回复第三眼 或灵魂能力的人 你不会让人知道 因为 你只是回到真相而已 不需要让别人知道 你不需要在别人面前表演 否则你也只是像其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者一样而已 在其他人面前表演第三眼 神通力 那么你 其实只是想要扮演某种角色 如果你真正越来越往觉醒方向前进的时候 你不会需要在别人面前表演 你就是知道就好了 你可以分享某些经历 让需要知道的人 了解走在觉醒道路上可能会看到的风景 你的心里会知道 然后你再放到网路上 但是不需要全部让人知道 有些该传出去的讯息 还是要传播出去 否则你无法让需要知道真相的人清楚 让需要知道真正的觉醒道路 如何往前走 或者有某些参照让走在这条路上的人相互印证 过程中 他会慢慢知道 什么需要放到网路上 什么不需要 但是平常的时候 就算你知道什么 敢知道什么 也不需要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 随时好好觉察自己的内在 看清自己内在的起心动念 随时回到真相 那么你就会越来越轻松 开心 感到安全感 没有恐惧 那么你就会知道自己是真的越来越走到通往觉醒的道路上 Q 还有妈 A 没事了 我的另外一半跟我说 我们随时都连结在一起 只是我有没有察觉而已 灵魂的连结 心灵的连结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这一世的身体有没有见面 有没有真正的身体连结都是暂时的幻象 并不重要 然而真实生命的实相是我们从来没有真的分开过 我们一直连结在一起 如果我越来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 我会越来越不在意这一世会不会以肉体跟它见面 会不会相遇 会不会在一起 因为这些只是真实状态之外的零碎片段而已 真相是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我们一直在一起 原来就是同一个 好 他说我目前知道这么多就好了 先去体会 当然还有那个真正的完全的整体合一 也就是大合一 我还必须继续前进 只是在我目前的道路上 我还是必须先往小合一 往我个体意识上的完整灵魂状态前进 七 看到了 觉察到了 你就不会再受到幻象的控制 S.C.问答 Q.为什么今天让他看到这些讯息 S.C.时间到了 他可以接收这些讯息 随着他的心灵成长 一步一步的讯息他必须了解 才能够跟着这些讯息突破自己的心灵状态 这是他的工作 他要找到帮助自己突破轮回的路径 所以让他连接到这些讯息 这一是他将自己丢进地球人类的轮回系统引力场当中 试图找到离开这个引力场的道路与方法 这就是他的工作 Q.他现在上岸了吗 开始发光了吗 A.发出来了 可是泥泞 还没有清光 清理完了 才能上岸 继续加油 Q.前几天静坐的时候 他感觉到他的小我引诱他再度进入戏剧角色当中 并且跟他说 再来玩一下啊 不扮演角色的话会很无聊哦 感觉他不为所动之后 小我露出不高兴的神情 生气地说 你以为你可以这么容易脱离我的控制了吗 你以为有这么容易吗 S.C.那就是今天所说的集体意识幻象场的黑色浓雾 就是集体小我 也可以称之为集体业力 有个别小我 也有集体小我 他曾经刊破了他的个别小我在扮演的角色 当他那时候看到了 他就突破了那个小我状态了 但是在更外围 还有一层集体小我必须继续刊破 也许不止一层 还有好几层的集体小我 他也都必须一一去刊破 只要看到就好了 看到了 你就脱离他集体小我的控制了 你就是看到一层 就脱离了一层集体小我的控制 看到另外一层 就能够继续脱离另外一层集体小我的控制 内心还有什么恐惧 悲伤或欲望 你越不想面对的 就继续去面对 继续突破你的幻象 这些恐惧 悲伤或各种欲望 就是你必须继续突破的幻象 继续看清楚 继续突破 看到就好了 你知道内心还被困在某种状态 小我幻象当中就好了 直接看到 你就是只要看到 你就可以脱离控制了 其实很简单 看到就好了 不用害怕 也不用紧张 感知到 看到就可以了 不管是个体小我或集体小我 只要你看到 感知到了 你就不会再受到控制 如果你感到恐惧 那也只是你的幻象而已 你就是继续突破 有关这个恐惧的幻象 很好 你又发现一个 可以继续突破的幻象了 继续突破 不需要说 还要花力气跟他们战斗 或运用光照射 还是运用特别仪式 破除小我状态 不用 你就是看到 察觉到 感知到就好了 这就是灵魂自由意志的强大力量 知道了 察觉到了 看到了 你就不会受到影响了 如果你想要有一个仪式来更加肯定不再受到你所感知到的个别小我或集体小我的影响 你也可以想象白光照射自己切断于小我幻象连结的观想 如果你想要加强信心也可以如此观想 但是事实上 以真实生命状态来说你只要觉知到了你就不会再受到影响你的觉知就是堪破幻象 觉知到了你就不会再受到控制不再受到影响 你就堪破幻象了 这就是灵魂自由意志的强大之处 其实很简单 不需要进行繁复或花俏的仪式或方法 越简单的方法 才能帮助你真正堪破幻象 越回到真相 越回到真相的道路 就是越简单的方法 越平淡 越简单 才是通往真正觉醒道路的方式与方向 所以 再次强调 不需要花很多钱或去到很远的地方 学习一套复杂 花俏或名声响亮的方法 仪式或动作 才会有效果 不适 越不费力 越简单的方法 才是真正通往觉醒的道路与方向 8. 高我 SC 对于自杀的看法 Q 请问SC 对于自杀的看法 SC 没有死亡 所以你无法真正杀了自己 因为 没有死亡 生命是永恒的 所以没有自杀这件事情 以整体合一 源头的状态来看 没有自杀这件事情 因为 没有死亡 生命永恒存在 不会消失 不会消灭 就算你暂时不存在于这具肉体里面 你还是存在 如果暂时待在这具肉体体验物质生活的时候 你发生了一些无法解决的事情 想办法好好看清楚 现在所处的环境 好好地冷静下来想一想 你可以如何脱离困境 然后寻求可以帮助你的人 帮助你 不过 你必须先自己帮助自己 冷静下来 好好想一想 自己可以如何脱离困境 然后寻求值得信任 并且可以帮助你的人 来帮助你 然而 没有真正的死亡 所以你无法真正杀了自己 如果遇到任何困境 好好想一想 可以如何解决这个困境 没有不能解决的困境 你必须去面对 如果你还无法自然死亡 那么就是你的灵魂还没有安排你在这个时候死亡 既然你还活着 那么就冷静下来 好好想想 如何处理来让自己离开现在所处的困境 因为 如果不是自然死亡 不是你的生命安排你自然死亡的话 事实上就表示你的灵魂认为你具有能力 智慧与勇气来面对你现在所处的困境 那么你就试着冷静下来 好好想一想 你可以如何帮助自己 可以寻求哪些适合的人 单位或对象来帮助自己 Q 有人说自杀的人 会一直在同一时间不断重复自杀的过程 非常痛苦 这是真的吗 SC 这是假讯息 生命的真相 不是如此运作 先说到这里 其他的先不多说 Q 听到朋友小孩的班上有同学 因为被霸凌 而自杀 感到非常难过 这是什么因缘呢 SC 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当下的言行举止 负完全的责任 能量有一天一定会恢复平衡 所以 在那件事件现场当中的每一个人 都必须为自己当下的言行举止 其心动念负起能量平衡的完全责任 无法逃脱一丝一毫 然而 那位选择死亡的同学 也必须为自己选择的行为负责任 死亡并不是一项最合适的选择 而在那当下所有曾经的言行举止 都必须自己得到这些言行举止的自然能量平衡的后果 每个人必须自己承担生命没有真正的死亡 而所有的能量最后都必须回复到平衡的状态 那位自杀死亡的同学很令人心疼 也许是因为他从小到大没有被真正爱过 而让他没有学会真正爱自己 看到自己不论遭遇到任何情况都值得被爱 都值得好好活下去 因此 才会选择这条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不爱自己 以为自己不值得被爱也是一种幻象 然而 总有一天 在适当的时间 他也必须重新回来平衡这个能量 他选择自杀 他也必须平衡这个能量 而那些对他没有善意的同学 也必须为他们曾经的言行举止 负起平衡能量的责任 Q 如果有人为自己当时的行为感到后悔了呢 该如何平衡能量 S C 好好去忏悔 好好把光与爱以及歉意传送给当事者 自然就能更平衡 但是如果不去忏悔 不去认真面对自己曾经对于别人的伤害 那么当这个能量还无法平衡的时候 你也只能以之后的生命精力来平衡 而如果在这当中有人真的真心忏悔 真正发出内心忏悔的力量 并且把这种力量化为盗窃与爱的能量 传回给那位同学 那么他们之间的业力不平衡的能量 就能够回复平衡 Q 如何真正忏悔 S C 主要还是内心真实发出的状态 只要是真心发出忏悔的心 将这种力量化为盗窃与爱传送给当事人 就可以将这当中的失衡能量平衡 跟你有没有说什么或做什么动作 或者拜多少颤 拜什么颤 拜多久都无关 Q 还有什么要告诉他或提醒他的妈 S C 没有了 做得很好 继续节录完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